所谓诗者传道授业即获业 那我不只是要把课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孩子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那我作为胡人球迷呢 又那么喜欢课比 所以我更多的是要把这些 这个球队还有课比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 要传递给孩子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杨岚 是一名中学教师 当然也是一个13年的胡蜜 我自己也在经营着一个关于胡人的微博账号 在运营微博的整个过程当中 认识了好多的球迷朋友 我们私下也会聚到一起 印象最深的还是科比推印的一场 当时好多有百十来号人吧 就聚在那个租的地方一起观看科比的推印的比赛 然后最后好多球迷都落泪了 现在还想起来心里边还有一点难受 虽然我是那个胡人中文网的主业 运营的这个账号 但是其实我的职业是一名人民教师 带着这个班 其实在开班会的时候 那我会给他们讲一些关于科比 关于胡人的故事 我也会带他们看一些关于科比 关于胡人的这些视频 那其实当老师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有一度真的是身体 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不住 那当时有一次就是下了完字席 我回到办公室之后 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科比的卡片 然后旁边还放了一个小纸条 其实是我们那个班上的课代表给我的 然后上面写着 老师你不是教会我们慢把精神吗 你不是说让我们不放弃吗 那你也不要放弃我们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那我就一直坚持了这半个多月 早出晚归 不过还是得到成果了 那最终我们班的那个数学成绩 是得到第一名 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不只要将课本的知识 要传授给他 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的精神世界 更加丰富 更加饱满 遇到困难之后 不要放弃 能够想到慢八精神 会一直激励他 鼓励他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你问我教师节最想要什么礼物呀 要不让科比来听我一节数学课 其实我的愿望还是希望 我的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地度过初中生活 如果你也喜欢胡人的话 那就来参加我们胡人国度的活动吧 有机会还领取中国赛的门票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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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